学了这两个妙招,我相信以后瓶盖你都舍不得扔,首先我们把瓶盖的这一面用打火机烧一烧,烧的时候转着圈烧,让它整个面均匀受热,大概30秒左右,我们再用筷子慢慢地把瓶盖从里向外戳,然后我们让它冷却成形,定型后我们再用剪刀把头部剪掉一点。 好了,现在我们看看它的妙用吧,把它装在料酒的瓶子上,这样倒料酒就更加的方便了,把它装在倒油的瓶子上,这样倒油就更精准了,把它装在各种酱料的瓶子上,也是非常的好用,那么我们怎么把调料装进调料瓶呢? 第二个妙用,同样的我们还是把瓶盖的这一面用打火机烧一烧,然后用筷子粗的这头,慢慢地把瓶盖从里向外戳,戳好后再让它冷却定型,定型后我们还是一样把头部剪掉一点,接着我们再把瓶子的上半部分剪下来,割下来后再把瓶盖也回去,那么这样一个木头就完成了,我们现在来试试效果吧,很好用吧,记得点赞收藏哦。